秋秋之旅 秋秋是个爱问问题的小鸟 它每天都去学校还经常问很多问题 上课的时候 它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蓝色球 上面还有斑点 老师将它拿起 便向所有小鸟解释 我们的星球是怎么形成的 这个球就是地球 老师说道 秋秋非常疑惑 就被他打开 保持安静和认真听讲 他开始非常期待去旅游 他们来到了澳大利亚 看见一些鱼在海里 他们不是鱼 而是孩子 他们也知道怎么游泳 在欧洲的森林和山脉 瀑布和丘陵之间 找到一些小孩们 在院子里玩耍 非洲的水成为海市蜃楼 小朋友说道 然后继续他们的旅行 旅行继续 小鸟们都很开心 美国的小朋友跑得像风一样快 到了亚洲的时候 停下来休息 有一个善良的孩子 想邀请他们做客 他到处都走过了 还认识了认识了许多朋友 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 和自己的衣服 但内心有种共同的语言 每个孩子都知道 这个语言叫做爱 小鸟们都很开心